各位观众朋友 您好 大家好 我是李景光 我是曾雨薇 欢迎您光临《圆梦厨房》 李姐今天要说什么小故事 今天我不说故事了 就说前两天 我跟雨薇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们俩喝咖啡讨论剧本 是啊 我们就要两杯咖啡坐下来 突然间看见有两个人也进来了 去叫了五杯咖啡 那两个人付了五杯的钱 同时跟福费生说 那三杯是代用咖啡 他们就坐在喝两杯咖啡 我真的奇怪 什么叫代用咖啡 还正在纳闷 又进来三个西装笔挺的 他们说我们要喝咖啡 要七杯咖啡 三个人七杯咖啡 仍然四杯咖啡作为代用咖啡 他们带了三杯咖啡就走了 我正在奇怪 代用咖啡 代用咖啡 怎么回事 这时候进来了一个 穿得比较 比较邋遢一点 像是街友 可能是 大概觉得喝咖啡是比较奢侈 他也舍不得吧 他就进来很谦卑地跟那个服务生说 先生 你有没有代用咖啡 有有有 就给他一杯咖啡 他满心欢喜地拿着咖啡就走出去了 原来代用咖啡是这么回事 是帮他们的 我知道了 这个传统是源自于意义大 对啊 对啊 后来流传到世界各地去 那么开始有一些代用咖啡啦 代用三明镜啦 还有一些代用晚餐 好像国内也有啊 是啊 但是后来我在想啊 这个观念流传开来之后呢 应该会有人有不一样的意见 因为有人讲说 那这个代用咖啡如果没有喝完 老板会不会拿来招待自己的亲友 对了啊 多余了怎么办 要装了口袋 对啊 把钱放在自己口袋 那不是对店家是一种道德测试了 另外也有人质疑说啊 这个既然要帮助人 何必拐个关买咖啡呢 对 直接给他钱也可以啊 直接捐钱或者是帮这个街友 把衣服拿去送去 不是更实际 对啊 所以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 应不应该做 我也是有点怀疑了 所以您赞成代用咖啡这个概念吗 您可以上这个华社圆梦厨房的官网 一起来留言讨论呢 所以说啊 善心可以难得糊涂 但是善事必须要三思而行咯 好 赶快来看看今天的感恩故事 台湾电视史上 第一位视障女性在节目做料理 献给金曲歌王萧黄奇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视障者的天分 朱万华四处奔走 到处筹钱 就是为了帮助有音乐天分的视障者 举办音乐演出 让他们出国深造 为了让有音乐天分的视障者 能有更多的舞台 被世人所看见 在上一幕 他上台为协会努力募款 下一幕 为了筹钱只能卖房子 萧黄奇出道成名之前 朱万花为他筹备过很多次的演唱 他们一起到学校 到监狱 到街头 或是到市场去演唱 他们一起走过无数的春夏秋冬 长片酸甜苦辣 而朱万花每次面临人生难关的时候 萧黄奇总是帮他克服难关 从来没有下厨做菜过的朱万花 今天要突破障碍 亲手为他想要感恩的萧黄奇 做一道红烧狮子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perien参加